超級開心 因為今天請微良做這個主題 台美日後強化合作的產業 將會越來越多 剛剛幫我看一下倒數第二章 來 微良請上來 產業只會多 不會減 不是只有微良列出這四種 所以以後微良 我有機會還會請他 幫我們繼續追下去 好 剛剛最後那一張還沒追完 就是單一個股部分 何大從特斯拉講起 為自己有買 對 其實汽車零組件 當然過去算是這一年多到兩年時間 都蠻低迷的 不過看起來技術面慢慢都在打底 那外資有一點抄底的跡象 那網通晶面大廠瑞育 外資在四月份也加碼滿積極的 那配合其實公司的殖利率也還不錯 那待遇是健身器材 以家用為主 那這邊來講的話 外資四月份只有小幅度的調節 那預期外資四月份也是小幅度的調節 那不過大致上目前呢 如果在本益比來角度來看的話 二十倍以下在同族群都算是相對偏低的 那我問你喔 因為要幫觀眾朋友挑好標的 第一個 股息殖利率是要高的 超過三%基本款 我們現在要求股票挑好一點 本益比要挑低的喔 大盤大概十五十六倍喔 所以這個高的把它踢掉 本益比偏低的核大踢掉行不行 因為特斯拉概念股就比較尷尬 他本益比向來這些大概都是三四十倍的 好吧 那我踢不掉任何一檔 幫我就從核大預期 然後這邊往上掃樓來開始看核大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核大1536 那可以看得出來目前年限在這裡 當然說有沒有大行情還是要先回到年限 是一個標準 有機會就很爽嗎 有機會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是這麼多利空之下 是誰敢底部大量的買進 所以它慢慢在墊高當中 那基本上已經形成了一個 上升的一個軌道了 這個V底成立嗎 我覺得它比較像變形U 就是變形之後的U啦 比較沒那麼V V的話大概就直接上來了 OK OK 所以有機會佔年限 第二檔囉 好 那剛剛講到這個預期 那這個明顯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像是一個三重底出來了 那頸限的位置 大概就剛好是年限的位置 抓關卡來講 差不多就是在100元附近 最近看起來有點靜觀情缺 所以量縮下去 那如果能夠補量的話 站上年限 那這個算是強 為什麼 因為幾乎所有的運動概念股 大概都還在年限之下 所以能夠先回到年限來講的話 這一檔是有機會的 好 再來 那1598代宇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檔也是一樣 你看 第一點都報的就算是巨量 那股票籌碼被收走之後 慢慢就開始往上了 那這個走起來的話 就比較有一個V的味道 但是剛剛也是來到年限附近 今天是留十字線 那再往下看到 剛剛講的2379銳 那銳玉這個已經回到多頭了 年限我們把它畫出來 就是這個啦 我告訴你 觀眾朋友 看前線看懂了 以後做夢都會夢到線好不好 你看 所有均線揪麻花 嘟嘟好 剛剛好往上開花 您往左邊看 我現在要找這樣的股票 我會說找不到了啦 所以來繼續 好 多頭的股票 基本上十字線附近 應該就適合去做一個短線的切入 所以它是短做為之 對 價差賺得到 沒錯 OK OK 好 再來最後一檔 盛宏 好 盛宏呢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檔個股 短線上面當然噴出的速度很快 那所有均線都已經是這個往上開花了 那最主要關鍵應該是說 要看一下它轉投資的4431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為什麼 4431 敏充 那這個光今天大概就漲差不多40%左右 今天喔 那最近其實是從50塊 大概漲到240塊 他為什麼今天可以漲40% 漲停板是10%喔 對 這樣各股是在新貴 所以 我故意問喔 上市上貴漲跌停板是10% 他今天可以漲40% 那是因為新貴喔 所以新貴沒有漲跌幅限制 不過新貴很多的財報季報 也不一定都透明 對 那當然就是說 正確來講 他資訊公告是半年一次 不過公司剛好最近有公告 3月份的獲利啦 那單月EPS大概在0.8以上 所以其實股價看起來 就還蠻強勢噴出 200多塊 對 新貴的風險比較高 所以其實最近回過頭一看 8403的盛宏 因為他是持有閩城 持股多少 64% 所以算是母公司 對 那這個部分來講 當然相對來說 他也會直接用權益法來受惠 就是說在報表上面 他可以直接去做一個任列 對 你看他最近買點是在這 現在就不追了 對 是吧 不追 對 沒錯 那最近的防疫概念股 大概都有點急速噴出 所以除非就是說 剛好有修正的時候 再考慮去做佈局 泰博是最後一檔 我們來看泰博 泰博的話 剛才講到四月份外資大買 所以可以看到大概如果我們抓四月份的區間 其實就在這裡 所以代表最近才剛站上 就是四月份的區間上緣 那外資在四月份其實囤貨囤的蠻多的 所以看起來他的股性比較不像其他防疫股 是那種加速度噴出 但是他是慢慢沿著五日均線往上漲 你看外資沿路買 是外資嗎 對 所以其實如果外資的籌碼 沒有就是到貨出來轉向的話 那我覺得基本上在五日均線附近 應該是可以做短打 我問你 回到最後一章 我剛剛突然間有個靈感閃過來 大概是美國傳過來的 因為你剛剛不是講嗎 美國現在需要太多的防疫物資 對 台灣又是他們可信任的國家 對 所以會跟台灣買 那外資當然知道美國高層的動作 所以外資當然就會買一些相關的防疫概念股 這樣聯想對不對 沒錯 在邏輯上 這個台灣絕對是會受惠 而且就是說很可能就是這些集單 會密集就是在四五六這幾個月份 第二季的時候去做發酵 好 感謝薇良 非常謝謝你 因為我剛剛發現奇怪 外資怎麼會買這種防疫的 本來偏小型的概念股 而且是密集就像薇良說的 四五月份積極的買入 因為他們美國需要防疫相關商品 我們台灣他們信得過 品質quality有那麼樣的讚 我們防疫全世界第一名 不相信我們 不跟我們買 要跟誰買嗎 或是跟中國買嗎 就這樣 好 開始幫您進行結論了 今天一開始請明哲幫我追頭條 最讓我嚇到的 亞洲國家在此時此刻 竟然大買油 我們秀一下那個兩框的油價給大家看 明哲一語道破 此時不買更待何時 因為紐約原油不然它原油 現在油價這麼樣的便宜 買不到前面的十幾塊 十七塊 十九塊買不到 趕快現在買了 所以某種程度也代表著 亞洲國家現在狂進貨油 證明了油的低檔 可能不會再見到 一字頭囉 可能底部已經是靠近了 或底線已經出來了 第二個 也證明了 現在全球疫情逐漸趨緩之下 五六月份 全世界經濟景氣逐漸的轉好 所以我們期待 這個塑化相關的標的 感謝明哲剛列得真好 本益比低的 殖利率高的 法人有買的 或比較當存股的 您就想看看了 可是還是要小心了 因為全世界的需求 經濟景氣起來 就像剛剛薇良說的 它是個V 並不是一個很強勁的反彈的V 所以一些的出口製造業 如果跟外貿 外需 關聯度比較強的 麻煩你先停看廳 就是這一些 只因為他們毛利率 甚至還負值 根本沒賺到錢 您當然就要做避開 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感謝慶隆 政府考量到弱勢勞工 因此一百多萬的勞工 請幫自己 明天過後努力申請 每個人一萬塊 但是因為它有牌付條款 大概加會兩大族群 一個是有工作 沒有家保者 條件在這 每個都要細看 賣玉蘭花 你要沒有保這些 國民年金是可以申請的 第二個族群 農民 漁民 條件也在這 所以三天審查 五天撥款 明天申請 五天後 你就可以拿到一萬塊 而且每個家人 可能都會有 但是得看一下它的算勢 因為這個算勢 剛剛為慶隆 教得很仔細 舉例在這 算下來 如果你求得的 家裡的三個人 平均下來 每個人是在各縣市 最低所得 成兩倍 兩倍以下的 您就可以申請了 這是第二個重點 當然作為弱勢勞工 幫自己 因為生活難過 沒了錢 日子怎麼活下去了 加油努力過難關 明天開始幫自己爭取 接下來申請一下了 第三個重點 就是剛剛 魏良所說的 政府現在 美方跟我們關係 是最密切的時候 這當美國去中化 所以去中化 台美關係很多的產業 就會越來越密切了 剛剛魏良抓出來 台美將會強化合作的產業 這四大已經是最明顯感受到 業績展現的 所以相關的概念股 來請看 這概念股 您就分享看看 因為涵蓋四大產業 所以以上結論 跟您最佳分享 這三個主題之後 接下來要轉到大盤了 大盤今天妙的 外資突然間 沒有那麼樣的 討厭台股人嗎 從選擇權秀一下 今天選擇權 光看總口數 沒有錯 空方的還是比較多 但我care的是 長線跟每一天的變化 今天每天的變化 空方口數減了 做多口數增了 這不就是短線上 外資在選擇權 沒有在那麼看空了嗎 所以卸貨的賣 還有做期限選 外資的做空的金額 就會逐漸地遞減了 完全吻合 因此我今天要問 微良一件事情 期貨的多單 我至今沒有帶 先看逆價差 多單沒有明顯增加 今天的逆價差 是50點左右 逆價差我們昨天有說 逆價差很大 它沒有出現了套利的多單 不對勁 行情會往下看 所以我問了 如果當逆價差在50點左右 或50點以內 如果未來某一天看到期貨多單 反而如果是多單大舉增加 這會不會就是外資 翻多的重要訊號呢 我想其實觀察外資最重要 就是現貨期貨選擇權 能不能同方向 那目前來看的話 雖然是偏空 但是做空的力道 已經明顯地持續縮減當中 那我認為其實外資即將要翻多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觀察 第一個就是說 期貨部分 多單能不能最好一天增加5000口以上 多單5000口 對 單日增加5000口以上 而且最好就快速拉升到 這個4.5萬口以上 那再來就是現貨的部分 至少就是能夠持續的買超3天以上 那最好一天買的比一天更多 那基本上符合這些要件的話 5月份的後市 外資的資金其實都已經準備好 那就差什麼時候 就整個開始在期限貨同步的販多做多 太好了 因此把威良剛剛的重點 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從逆價差來說起 如果日後的逆價差 能夠保值在50點以內 就吻合待會月衡要交的 金金長逆價差不要太大 套利單就不會出現了做多的假象 所以50點以內 都是伴隨了期貨的多單 威良剛剛說 一天增加5000口以上 現貨的賣最好要越賣越少 300 150 10 凡多的買超 這樣子就完美 外資就會做多了 不過這是未來的事 請您觀察 玉衡請上來 說到了觀察 我就是每天晚上都在觀察 融資 今天大盤漲沒力 是不是昨天融資增加太多 所以你看大盤的日K 今天漲的時候 你看漲上去把它賣下的上影線 還比上影線來的長 所以會不會融資害了大家呢 還有一點 昨天善傑說 漲的時候逐漸的補量 靠近1800就可以 今天量是1785億 看起來是OK 差不多 可是昨天重挫1900多億的量 今天漲連1800都補到 這樣子又不太好 所以到底好或不好 先說融資跟量的問題 好 融資的大增 其實大家都很害怕 那其實我們這邊把融資叫出來看一下 我會發現其實在前面的這幾天 其實融資也有比較多的增幅 這天還有這天跟這天 有沒有 對 這邊 融資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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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發現我們在前面 第一個這個圈圈這邊看的時候 它是下跌之後收一個十字線 融資一樣大增超過13億以上 然後在上面這邊第二個的部分 它是上漲在五日線之上的時候 也是下跌收十字線 融資同樣大增 但是這兩天都沒有大跌 之後在大跌之後 在破了十字線之後 在這邊的融資也是大增 你會發現說光看融資大增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去推斷日後 要漲還是要跌 但是它有隱憂會出現 對 好 什麼隱憂我們來看我們的字卡 等一下 我回到剛剛那個 我有興趣了 前一天的融資大增 並不代表隔天不會漲 但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先把這個問題問出來 融資大增的你畫的那幾天 這一天 觀眾朋友看仔細 這一天還有哪一天 還有這個底部這一天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都是類似十字 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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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空拉距 第一點 第二個 就算隔天沒有跌 但是漲不動 漲不動 漲不動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今天是不是又是十字了 日後會不會漲不動 請問 好 十字線其實就 對我的觀察 對嗎 它是有這樣的樣態沒有錯 十字線它就是一個趨勢的宗旨 然後它這邊多空力道去做一個火拼 它還沒有發出 還沒有出現勝負 所以十字線 每逢十字必轉折 對 所以我們在十字線的時候 其實就要非常小心 它日後是往哪一個方向去做突破 所以融資的增加 我如果說 當融資增加 伴隨十字線 往往漲幅力道 會受壓抑 對不對 這是一個看法 太讚了 OK 我們來看文字囉 好 那融資的增加 它就是因為有散戶去做一個積極的進場 當然 那我們去看它積極進場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 通常就是大盤 有一拉回的時候 馬上就忠於跌了 一直漲之前都沒辦法買 那今天終於跌 我趕快進去買 但融資大增的時候 其實未必會續跌 但是它有埋下一個隱憂 這個隱憂是什麼 就是日後如果破了那天 融資大增的底部的時候 很容易會有多殺多 也就是融資大增的K棒 這是最低點 對 結果耳後的三天我破了 對 當時借錢買股票的這一群人 就在破了之後 砰砰砰出來 對 他很容易會有一個多殺多 短線的恐慌的心態 我跟你講 多殺多就是借錢買股票的做多的人 先殺 先賣 把用現股買股票做多的人 也嚇到了 現股也賣出來 所以融資的做多殺 現股的做多 全部多殺多殺出來 對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大盤的這個K線 跟大家去做解釋 我們剛才提到這一天融資增加 還有這一天跟下面這一天 我們發現這一天的融資增加 後面是上漲的 沒有事 後面上漲沒有事 但是在第二個圈圈這邊 他的隔一天開盤 一開低 馬上就是一個長黑 破低點 對 他只要一破低點 馬上就接一個長黑 那我們在第三個看 後來他就變成一個區間的底部之後 這邊就沒事 所以我們再來看 昨天的融資大增 這邊會是一個短線很重要的位置 你要不要幫我跑一下昨天 昨天的低點 融資大增的當天的低點 是 昨天是10658 10658 千萬不能破 然後如果是一根的長黑棒灌破 那麼他的砂盤多殺多的力道就會變重 對 他就是這樣融資大增所埋下的隱憂 OK OK 好 回到文字囉 所以你看融資增加 這一兩天看起來沒感覺 後面有大事 您要擔心 對 那我們從外資剛才瑞涵姐有提到的 這個期限選的一個心態 我們可以發現 在期貨的部分 他逆價差雖然在之前是100多點 昨天很大 現在剩下5、60點左右 但是我們沒有發現他有積極的套利 沒有看到這樣的樣子 對 我昨天就想問這個問題 昨天我也有問專家 來 我們回到剛剛的逆價差 因為之前就教過大家 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三會進行結算 期限貨會貼於一致 然後逆價差這麼大 期貨就是很便宜 應該是要佈多單 買多單 然後到最後賺150點 1.200塊的套利 昨天我問玉堂 玉堂說如果他這個時候看期貨多單 昨天的期貨多單並沒有大舉增加多單 你看只有這樣 所以玉堂是說可見得他並沒有積極的做多 甚至有逆價差往下帶的可能 請問您認同嗎 我認為有這樣子的跡象 大家要很小心在這個位置 對 那在選擇權的部分 雖然他今天的這個增幅是比較少的 但是他已經有建立了基本的避險空單的部位 已經在這邊了 那我們其實還可以再看一個散戶指標 散戶這兩天都是做一個偏多的流倉 沒錯 小台紙散戶多空比 他又積極做多了 就是這兩天其實都是一個偏多的流倉 所以顯示在這邊 其實大家進場的是非常積極 那這種如果歐美沒有任何的事情 我一路往上漲 那當然是就是一個波段的低點 沒事 但是如果有一天是一個開高走低 或是往下殺的時候 就要小心會有一個多殺多的跡象會出來 好 感謝玉堂 那謝謝 先請回座 小台紙散戶多空比 感謝前線專家冠州 每天提供給我這張的資料 散戶做多當然可以 可是每次散戶在做多的時候 行情就這樣 觀眾朋友 我不是不喜歡你們做多 因為你們散戶常常會形成的反向 才會小聲怕怕了 總之小台紙散戶現在是做多的 請小心 行情還是會有點修正壓力 集中櫃買 回到現場之後 玉堂幫大家進行掌握囉 當然還有第二題 我們看透股神巴菲特 伯克夏海瑟威股東會當中 所帶到說到的未來言下之意 我當然知道有風險 但也伴隨著有機會 機會在哪擴散到我們台灣呢